昨日我们讲到 天青走出来 向宋光一抱拳话 阿哥 我觉得这个擂台非打不可 宋光兄他这么说就问 哦 所以 为什么你这么说呢 天青的话 第一 泰安离我们梁山比较近 而且 这个棍丸可以说前梁丰足 一向他非常富裕 我们梁山比较很久都没打过仗 正好 他把这种借口出来 我们一来打擂台 二来也都可以走马攻取泰安州 再说 泰安离台 搞了两年 已经天下皆知 本来我们和那些河水不犯井水 也都无谓理他 但他既然放了这些这样的说话 就算是泰安官府 和这个任员互相勾结 此下转套 但是现在已经是人尽皆知 如果他梁山博士的反应都没有 那真是会致死我们梁山威名 阿哥 选你三思 欲其论盧俊也在旁边听到 他摘了摘头 也就站起身 行为宋光身边 阿哥 我感觉小月感觉很有独立 打擂台 岂可恤我们梁山威名 同时 顺带攻取泰安州 亦都以为山益极草善良 这个真是一举良德 宋光子继续盘算 他们说的真是有独立 梁山博已经近半年没打过仗 虽然山寨也还有职处 但是难免坐舍山崩 如果攻取泰安 那起码一两年内 梁山博绝对不再优秀前两 好了 既然是这样听我分派 由现在开始 玉奇论路征义 均私不用 负责仔细研究 泰安的环境地势 分派人马 准备接攻神州 另外派建请 你去泰安州先摸下底 了解当地的民情 和他们军队的布置 还有那个任元放出这些紧的说话 是当地产生的什么影响 和他究竟有什么诡计 探明清楚之后 我们再想对策 天天就说 阿哥既然泰爱泰安 我想请求 顺便要上擂台和任元斗一斗 以树立那些梁山明星 嗯 好了 上擂台这件事 任何自己随机应变 现请听到高高兴愿感 凌转身走出去 收拾行装准备起行了 看着他的背影 宋光仍然有一点不放心 他问盧俊仪 你说 如果正是给小月哥一个人去 行不行 盧俊仪笑一笑 阿哥 燕小串会由小看到大 他这个人 武艺不再说 最难得的内眉 睁眼睛通达人情世故 而且做涉及知经济 可以放胆地说 如果他派第二个人去 我都不敢担保 唯独他去 你绝对放心 他全都不需要说底 但是 我始终是有点担心 他不定是一个人去 万一我出现了什么意外 盧俊仪就说 既然阿哥敢用担心 他这么紧 日如朕的前脚一走 我就暗中落山 在后边疑作照应 宋光听到点了点头 马上叫了军师不用来 和盧俊仪商量 盧俊仪如何接应掀 梁山是如何尽兵 好了 这些我们暂且不说 翻转头再讲讲掀 宁静,宁静泛在自己住的地方,简单地执拾行装就立即起行,他的心情亦非常兴奋, 供取泰安对于梁山来说是一件债史,而在擂台上代表梁山霍和任元姊姆摸一下他,等他不能再说谎,这件亦是非常重要的事。 宁静,宁静泛派我一个人前去,甚至说是要重用我,是体重我。 在梁山来说,这亦真的非常难得。 宁静的不幸还是年轻,一想到这些事,心里面就难兴非常兴奋, 但是,现成的人不仅比较精细,他很快就冷静回来,一路走,一路在脑海里面就不算想。 去到泰安,我应该怎样入城,然后怎样打探军情,又怎样回回那个任缘呢? 正在想着想着的时候,突然间,正在后边有人追上来一路大声说, 小月哥,小月哥,走一阵,走一阵啊! 现在,宁静另一阵一阵,不过就走走一阵, 为什么呢?原来追上来这个人不是谁, 只是那个野祸精大抛罗李毁。 李毁是气和气善地追上来, 宁静说,小月哥,你走得真是太快了, 搞得我追得真是太辛苦了! 现成望着他,见到他手上扯着简衩包袱, 腰间是插着两把板斧,气和气善都满头大汗, 他不敢皱着眉头, 哦,天楼哥,李乐山,是宋光阿哥叫你来的? 不是,那是盧元凯叫你来帮我手的了, 那又不是,难道是军师叫你? 那又不是,既然是他们几位分派, 那你追上来干什么呢? 哈哈哈哈,小月哥,我都不知道多羡慕你, 咦,上次他精神的有份,怎么这么快呢? 下个日派你泰安州,喂,我听说,泰安那个庙会, 被精神的发灯还要热闹, 而且,你不真有热闹看,还有交达, 我一听到那个任缘,说了这么说话, 啊,我们梁山没有人,我都不知道多生气, 好想和他打翻一场,要知道我们梁山好汉的利害, 但是怎么知道,偏偏不够小月哥你出声出不快, 你一说,阿哥就立刻答应, 我只想,小月哥你这么好人,你这么好玩的事, 你不会为一个人霸他来做, 但是你兄弟就没所谓, 再说,你带泰安都很软, 你一个人呜呜呜呜呜,整条金长路走过去, 哎呀,怎么这么孤独呢? 没那么独独,所以我就自作主张, 想着落山迷,和你一起去泰安做个盘。 鲜鲜鲜鲜他这么说,真是又好生气,又好笑, 喂喂,鲜鲜鲜哥,你又违反不令狮子落山, 上次军师罚你也罚不了, 你这么好,不要再有麻烦上身, 现在还连累了我,好了吧? 哎呀,小月哥,我又怎会连累你呢? 好像上次那样,假送公, 不是我们两个急迷才把他搞定的吗? 小月哥,算了,来来来,你带我去, 你不带我呢,我亦都不上山, 反正我都偷偷地下来了, 现在,如果不做什么好事才回上去, 实情被哥骂,甚至要被军师打军笨牵, 你真心的了吗?小月哥啊! 真心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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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着来也不要紧, 但是我要跟你约发三章, 你做不到的, 就马上上上山, 做得到的, 我们就一起走, 看, 看, 小月哥, 我都知道你是好人的了, 只要你带我去, 不要说三章, 就算是九章十八章, 我都要答应的, 你说, 变三章, 不要说得那么好, 最重要是说得出, 你要做得到, 肯定做得到的, 第一样, 由现在开始, 到泰安城那边, 你都绝对不能喝酒, 啊, 不, 就这样喝, 喝少一点吧, 不行, 每一次你都是酒杯饮食, 这一次是泰安, 除了打那个擂台, 我们还要试探军情, 绝对不能疏忽, 你应不应成? 好, 应成你了, 第二, 你虽然没去过泰安, 可能那里, 也没几个人真的见过你, 但是你黑旋风的标签, 在江湖上太有面, 这个时候, 在泰安, 有天下的很多武林豪去看树, 难免有人去私宜, 甚至认得你, 所以, 我说你最好遮掩半边面, 你找一块布包着头, 就说自己左眼有事, 你借泰安是看眼病的, 另外那两把板斧, 不能夹在腰上, 要找一块布包含它, 放在包袱之中, 就这样, 好棒啊, 没问题, 第三, 我和你不是一拍行, 我们可以分开先后, 不可以被人看得出, 我们是一路人, 但是, 不过, 你可以跟着我, 我们一起吃饭, 一起住黑天, 你就是这样吗? 小鱼哥说, 人家追上来, 一阵, 都是想着一路上来跟你戒下门, 都这样先后行, 我们计算也不能听, 不行, 我都说明被人看得出, 我们是一路人了, 那又怎样聊天, 算了算了, 这就是泰安州, 虽然比不想精神繁华, 但是也真是热闹非凡, 厌青估不到的就是, 原来因为这次庙会也特别热闹, 虽然, 现在都未到正隐, 不过, 在院方来赶庙会的客人很多, 所以搞到泰安州里面的客战全都住得满了, 厌青连续问了几间客战, 全部都没有房, 厌青心都有点急, 正在这个时候, 他看到客战旁边, 有一栋平房, 在屋前站, 蹲着老人家, 一边吃牵斗, 一边看着街上的热闹情景, 好像悠悠闲闲那样, 厌青心一动, 走前两步就说, 这位老人家, 一件事,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帮得我呢? 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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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 这次宣门扮批火, 想在庙会的时候, 卖回来赚几个钱, 我又很远路赶来, 有百里路, 啊, 怎料来到这里, 找不到客战, 搞到现在我没有地方落赚, 我想问一下, 老人家, 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让我借足几天, 至少我按着客战房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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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让人家一听, 心想, 啊, 有这么好的东西? 哟, 我的房屋, 反正空了两间房, 想不到可以趁机赚钱, 那也挺好的, 他说, 啊, 好啊, 哈哈哈哈, 只要小哥, 你不嫌妒, 老汉我, 有什么所谓的, 那你进来看我住不住的, 就好了, 燕青跟着老伯, 入到他的房子一看, 那客战还算干净, 床铺被席都是现成的, 好满意, 即时又拿了五两银出来, 交给老伯说, 老伯啊, 那我一桌就给你们借宿了, 另外, 我还有一个朋友, 是住在我旁边的, 他这次都跟我一起来, 打算带个夹品做这场买卖, 到时候, 他的房钱也算了, 在这次来, 老伯见你燕青出口这么大方, 早就不知道多么欢喜, 又怎会计较那么多呢? 啊, 没问题, 没问题, 是啊, 小哥啊, 这几天呢, 如果要在这儿搭着吃, 最重要, 告诉我一下, 只要你给些卖送钱呢, 嘿嘿嘿, 我又招呼你们吃饭。 天下间, 天下间这么热心, 天下间更加高兴, 天下间更加高兴, 这个老伯看来是很热心的人, 嗯, 那向他打听消息, 也是非常方便, 于是, 他就马上将李毁也摘下来, 两个人坐下之后, 燕青就问, 老伯, 我想问你, 其實天下间, 各州各郡庙庙会很多, 但是为什么我们泰安庙会, 听说好像特别厉害, 特别热闹的? 你敢问就问对人了 年轻人 老汉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 不过我年轻的时候周围去惯过一刻 其他大城市的庙会 我也去看过一下 老实说 说起这个庙会 就算是精神都及不上我们泰安这里厉害 为什么呢 就不用说什么 自从本池派了凤山之后 这座泰山 可以说已经成为天下第一的神山 山上面 供奉着朝霞神军泰安大帝 泰安大帝是谁 是玉郎大帝的陈兄弟 听说他不但掌管人间的生死祸福 他手下又有三千九百多角落的神仙 所以这里的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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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传越盛之下 我们泰安这座代庙里面的神仙的名气越来越大 那四周围这里赶苛会的香客就越来越多 不用说什么了 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想去灭会上住香 现在都很紧张了 这些人 但周围的客战的住民费人 这些香火听说都卖了 那你两位如果想去上住香 祈求你们这场买卖有钱赚 那我去年有些旧香火用整 我可以先给你们 我都不收贵 就像平时那样给你们这些价钱 就行了 那真的好了 女人家 我还想问一下 听说这个灭会不仅仅人多 而且还有很多热闹看 好像是先打擂台的 是吗 是呀是呀 已经扮了两年了 哇 这两年 在擂台之上 真是高手辈出 不过说到底 最厉害的 都是那个庭天主的音语 两年了 天下来了这么多的商托高手 最后都是给他拿回第一 两年都断灰 这两年 上擂台挑战的人 都不知多少 有时打得都很精彩的 只不过 又是太惨的 那些跟他打的人 不是断手 就是断脚 有些 连命制都没了 哎呀 哎呀 真是 哎呀 只不过呢 没办法的 哎呀 官方又批定 总是在擂台上打死人 就不赔命的 虽然呢 虽然那些奖金都很吸引 但是 后来呀 去年我剩下的那几天 没有人敢上台挑战的任怨 他等了三天 都没有一个人再上台了 那才宣布又是由他夺灰 所以今年啊 他一出场而已 官府又怕要没有人迷啊 于是宣布又掌金加倍 而且还向皇上申请了一个金牌 今年啊 如果哪个争取第一 不单只可以赢了千两巨掌 还可以纳纳大红花 就趴马游街三日 哎呀 好像中了武藏元那么威 所以说 今年呢 他又来的人更加之多 而且呢 那个那个亭天署任缘 还趴下海口 说今年呢 他不得打仗天下英雄 还专门挑战那些梁山浩瀚 大家现在都猜啊 那些说法讲得这么尽啊 你说梁山国呢 会不会派人来应战呢 不过我看呢 虽然外界呢 传书都说梁山脖上的那些好汉 多么厉害 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派人上楼台 和那个任缘玩相托 我想啊 这都是空的一件事啊 李葵一听我敢说 当同双眼一轮 那他准备发作 验证了几刻 他说 老人家 为什么你这么说呢 你不知道那个瓶天署啊 你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卓额啊 生得真是神功神大啊 可以说啊 新高的过状 要宽你十位 哇 他那个人啊 如果是个麻包袋 起码碰撞得下你三个啊 小哥 你说他多么大脆啊 听说啊 他伤臂这么一粉 就有成千斤之力 大孝日声 就好像汉千里走一个响旅 你说 整个好像巨灵神那样的人物 就算梁山脖有多少高手啊 他论相托我 怎么在人家手脚才可以啊 天青听他笑了笑 听你这么说 他真是很厉害的 老伯啊 我这位朋友病了 我现在想出去走一转 麻烦你照顾一下他 我一会儿转头回来 好啊好啊 你必须听到 偷着个老人家 走出去 他就发了 此任此的 这个任言诚都太过超红 如果被我撞到他 我现在就当在屎上了他 小哥 我们得如现在又捞他了 走 天牛哥 你千万不要乱来啊 我都说过的了 你来到呢 这里要听我说话 我们已经约发好三章了 只要你乖乖地躺在屎上了 你眼有病 现在是个病人 我先去探听一下情形 摸摸那个任缘底细 然后 我们大家就商量 简单这个擂台 那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讲 端爵 Sub 人 煮 那个 szcz